记者蔡书源台中报道,陈小弟罹患先天基因异常的欧德里症候群,出生后一碰撞就瘀青或自发性出血,经常血变,肠胃炎,感染,没两,三个月就要输血,打免疫球蛋白和类固醇,一直找不到病因,直到基因检测确诊,比对期待血六万多比,进行期待血移植痊愈, 面首歌皮脏保命之苦,终于能向正常儿童外出玩耍运动 台中荣纵血液肿瘤科主任黄芳亮指出,欧德里症候群是罕见疾病,发生率为二十五万分之一,遗传或基因突变引起,X染色体的WAS基因缺陷,造成血小板低下,免疫系统异常,容易出血和感染, 如发生脑出血,白血症会致命,割除脾脏可以减少血小板低下,不治疗活 不过十五岁,陈小弟出生二周就血变,发现血小板低下,但查不出病因,之后来经常失诊,感染,肠胃出血,轻碰就瘀青,反复发作,血小板曾低到七千UL,正常为十五万UL, 每两,三个月就要熟血小板,打免疫球蛋白以减少出血和增强免疫力,直到三岁半做基因检测,才确诊罹患欧德里症候群,黄芳亮说,要治愈欧德里症候群只能骨髓或期待血移植,五岁前成功率85%,确诊后系动移植配对, 因为陈小弟的基因缺险来自于妈妈,于是比对子子的骨髓,但不符合,在比对国内期待血资料库,经比对六万多笔,终于配对成功,移植后服用免疫抑制计半年,追踪一年,顺理治愈。 陈小弟现在已经七岁,就读小医,活泼好动,今天参加医院举办的庆生会。 妈妈说,以前未免儿子感染和出血,很少带出,只能带在家,期待血移之后血型也从欧变A型,但一样健康,现在病愈后经常到户外骑单车,游泳,打球和跑步,向守正常的童年。 黄芳亮说,先天疾病常见免疫和代谢疾病,建议妇女计划怀孕前咨询遗传门诊,怀孕时可评估做基因检测,新生儿现在也有健保筛检,如果孩子有发育时缓,反复感染,找不到病因或是神经学症状如抽筋,就要进一步检查。